我们在天的父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在这个早上 我们又能再次聚集在这里 我们向你现场感恩和赞美 在这样一刻 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时刻 我们在这里聚集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能够正常的聚会 真的是你的祝福 真的是你的保守 天方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让我们弟兄姐妹 仍然能够在这里正常的聚集 让我们仍然能够在这里来 一起来敬拜你 一起来向你仰望 一起来向你祷告 天方我们向你现场感恩和赞美 在这里我们特别为这个疫情向你祷告 我们在这个圣经上看到 威仪从来都是 你在呼召我们来悔改 你呼召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让我们谦卑在你的面前 你呼召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呼召我们为我们的罪 为我们百姓的罪 为我们国家的罪 在你的面前 有一个深深的悔改 天方啊 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 说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 说我们承认我们的百姓 承认我们的国家 真的都是得罪了你 天方 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这个美国 是受你祝福的一个国家 天方 但是我们在这个 因着你的祝福 我们就越来越安逸 主啊 我们越来越喜欢这样的舒适 主啊 我们就越来越忘记 主啊 这样的祝福是来自于你 天方 我们就越来越远了你 天方 我们为这样的一个罪 为这些罪在你的面前 向你来认罪 主啊 我们求你 我们求你来赦免 主啊 我们求你来怜悯 主啊 我们仰望 定睛在你的慈爱 定睛在你的怜悯的上面 天父啊 求你来怜悯这个国家 主啊 求你来纪念 主啊 在这个国家当中 还有很多人 是忠心给随你的 主啊 还有很多人 是忠心服侍你的 天父啊 真的是愿你来怜悯 主啊 也求你真的是 止住 威仪在美国的传播 天父啊 也求你真的是来保守 除去这个威仪 主啊 因为我们知道 威仪的来 威仪的起源是来自于你 天父 威仪的除去 也是因着你 天父啊 你有你的时间 天父啊 但是我们在你的面前 我们求求你怜悯 我们也求你来 止住这威仪 天父啊 我们也感谢你 主啊 我们看到美国政府 现在开始重视着 重视这个疫情 开始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 天父啊 我们也为这些政府 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 天父啊 也求你真的是来 赐给他们智慧 让他们在这个时刻 知道如何能够来 保护这个国家 能够来保护国家的这些 我们的每一个公民 天父啊 为这些向你祷告 为这些向你仰望 天父啊 我们也为世界的这个疫情 向你祷告 天父啊 天父啊 求你真的是 求你真的是怜悯 我们知道 现今这个世界 真的是越来越远离你 天父啊 你将这样的威仪 带到这个世界 是要让我们 在你的面前能够谦卑 能够知道 我们在你的面前 是何等的软弱 是何等的弱小 是何等的污能 我们在这个威仪面前 就是何等的污能 天父啊 但是我们 让我们的人性 能够谦卑在你的面前 天父啊 但是祈求你来怜悯 祈求你来医治 我们为这些向你祷告 为这些向你仰望 天父啊 我们也感谢你 我们这么多弟兄姐妹 还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时刻 能够来到你的面前 他们也有这样的信心 我们在一起聚会 祈求我们为这些向你 献上感恩和赞美 天父也求你 顾念这个教会 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刻 祈求让我们在这个教会 在这样的经历 这样的事情 祈求让我们就能够 更加的在这样的事情当中 能够经历你 祈求让我们在这个事情当中 我们经历这些事情 我们就能够更加的 彼此的相爱 也能够彼此的包容 也能够在主里面合一 天父我们为这些向你祷告 天父因为这是一个挑战 天父但也是一个机会 主啊 真的是愿你来祝福我们 主啊 使这个挑战变成一个机会 天父我们为这些向你祷告 为这些向你仰望 天父求你真的是来看顾 主啊 我们也为我们教会向你祷告 我们为我们的弟兄姐妹向你祷告 我们为这个 在这样的一个时刻 特别在我们教会的牧羊 向你仰望 交托在你的手中 主啊 求你带领我们教会的牧者 带领我们教会的长老 让我们知道在这样的一个时刻 如何能够做更有更好的牧羊 更好的牧羊我们的弟兄姐妹 天父我们也为 主啊 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向你祷告 为怀孕的董丹姐妹向你祷告 主啊 我也为他腹中的胎儿向你祷告 主啊 求你保守他们身体的健康 主啊 我们也为我们在旅行当中的周虹姐妹 还在魏国姐妹 主啊 也求你保守他们的健康 说我们也为再次为方正姐妹 为他的签证向你祷告 主啊 真的是愿他能够尽快地拿到签证 能够尽快地回来和他的家庭团聚 我们将这些都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 天父我们也为我们教会支持的这些宣教士 宣教机构向你祷告 主啊 真的是愿你来 主啊 愿你借着这个宣教社 宣教机构 主啊 真的是愿你祝福他们的工作 也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 天父也愿你借着这些 我们参与这样的施工 能够扩展我们的事业 让我们都看到你在世界上的工作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天父我们将这些事情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 我们也特别为在我们当中的孩童向你祷告 天父真的是愿他们从小就能够将你的话语 存在他们的心里面 到老也不骗你 天父啊 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 主啊 求你来垂听 主啊 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我们在天上的父 你爱我们 你要将最好的给我们 主啊 我们有这样的信心 主啊 我们仰望你 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 是奉考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 我们今天的人很少啊 上周的人还是蛮多的 但是上周之后我们就 上周就听到佛罗里达开始有这个 有这个confirm的case 也开始有这个community spread 所以我们就估计可能这周的人比较少 但是感谢主我们还有在座的这么多地用姐妹 能够凭着信心在这里聚会 为此向主先生感恩和赞美 我知道也有些地用姐妹是因为 爱的缘故 他们自己在家隔离 也为他们感恩 这些天大家肯定都是非常关注新闻 这些天我也看新闻的次数也很多 那前几天在浏览新闻的时候 我就看到无意之间看到一个娱乐 一条娱乐新闻 那么这条新闻里面就对比了 最近的一部电视剧 叫完美关系 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在看 有多少人在追剧 然后在电视 他对比了这个电视剧的里面的两位女演员 一个是陈树 一个是彭丽娅 然后他说陈树演得很好 他说彭丽娅演得不好 然后说陈树把一个女强人的这个 把一个女强人演绎的是淋漓尽致 所以我就很好奇 然后我就去看了一下 看了一下这个电视剧 然后在这个电视剧里面 陈树是一个公司里面的副主 他演的是一个公司里面的副主 名字叫Styla 他是一个很能干的人 形势也非常的果断 干净利落 干脆利落 那里面特别有一个镜头 让我这个非常的impressive 非常impressive 让我印象深刻 就是当着Styla 她有一天回到家的时候 当她工作完 回到家的时候 她的丈夫 她的丈夫就穿着蚊裙 然后就是很快的就跑过来 迎接她 然后点头哈腰 然后堆下这个 然后堆下去 然后为她拖鞋 然后给她换上拖鞋 然后我就看到 这个给我的印象 这个就不是一个丈夫 感觉到不像一个丈夫 像是那个 就是我们这个宫廷剧里面 那个伺候娘娘的那些太监公公 所以我看到这个场面的时候 我就说 这个会议肯定要出问题 肯定出问题 那后来果然出事了 这个老公在外面养了个小三 然后这个小三呢 她不是一个很年轻漂亮的女孩 而是一个带着孩子的寡妇 长得也不远远不如她好看 但后来的结局就可想而知了 这个婚姻就走到尽头 然后原来 恩恩的夫妻 然后对博公堂成为一个仇人 对吧 成为仇人 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例子呢 我就是借着这个例子来思考一下 来反思一下 上帝造男造女 给男人和女人的角色 男女到底是像女权主义所 所说的那样 像今天的一些极端的女权主义所说的 是完全是一样的 还是说男女是有所不同 那如果有不同的话 这个不同又在哪里啊 那这个不同的背后 是有个什么样的原则 好像什么事情到了中国 都会发酵得很快 好像中国人就是很乐意 也很善于去给风 也很善于去就是说 搞运动 我记得很早之前 我还在软件公司工作的时候 那个时候软件工程的领域 有一个刚刚兴起来的标准 我不知道大家做软件工程的 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标准 叫CMM 然后后来这个标准改成 改了名字叫CMMI 然后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它是在规范软件开发的这个流程 然后就要把这个整个软件开发的流程 进行文档化 我的硕士略尾就是写这个 CMMI原来是在西方搞出来的 但是到了中国的时候就非常的流行 然后很多人都给风 然后当时的软件公司 几乎中国的每一家软件公司 都在搞这个CMMI的评估 那女权主义也是一样 那女权主义最早是起源于 大概19世纪 那么这19世纪 女权主义之所以会兴起 当然是有它需要的一面 我们知道当时社会当中 对女性的权利 对女性的认识 包括对女性权利 有很多的不公平 所以才会兴起女权主义的运动 但是这个运动传到中国 特别是在无神的中国 特别是在这个解放战争之后 新中国之后 无神的这么一个中国 它就把它推到一个极端了 我们很多人 我们在座的很多人 都是在这样的教育下面成长起来的 所以我们从小就听说一句话 叫做说女人顶半边天 对不对 那这个说法对吗 那这个说法本身没有什么错误 我觉得本身没什么错误 女人本来就是半边天 对不对 错 因为女人本来就是半边天 神造男造女 女人本来就是半边天 但关键是你对这个半边天 是怎么理解的 对吧 如果把这句话理解说 女人和男人是一模一样的 完全一样的 那么就错了 但是很可惜的时候 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 是这么理解的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们知道男人和女人 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男人的话 你如果留长发的话 就觉得怪怪的 对吧 就我大学的时候留过长发 但是因为我失恋 所以我留了长发 所以后来被他们叫小马哥 然后后来我的一个 我们班里面的一位同学 跟着我觉得我留长发很酷 他也跟着我留长发 所以我们后来 我们老师就一直 因为我们班有两个女生 其实我们班只有一个女生 但长发一个柔软的 一个一头柔美的 这个柔软的长发 却是女性的美 对不对 却代表了女性的美 它是一种柔和的美 但是我们如果看 我们如果留心的话 你看很多在中国政府里面 工作的这个女性 他们留的是啥 他们都大多数都短发 简发 为什么是这样 因为他们 他是提倡 因为他们在里面提倡这样的 他们提倡一种文化 就提倡这个女人 要像男人一样 女人要像男人一样 所以他不但在工作上面 要做一样的事情 而且是在这个外表 和着装上面 也要向那个男性化 和中性化 这个方面来靠近 所以我觉得 这就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对不对 所以你看 女权主义者 不接受女性的特征 而是要把这个改造女性 要把女性改造成男性 或者向中性化去改造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女权主义者 她是真正的尊重女性 还是不尊重女性 她如果接受女性 就应该按照 女性的特征来接受 对不对 而不是要把女性的特征 改变成为男性 或者中性 所以我是觉得 其实女权主义者 很多的提倡 她如果你仔细地思想 她其实并不是 真正地追踪女性 可能在某些方面 她反而是不尊重 对女性的不尊重 我们今天就借着这一段 保罗这一段 对男人和女人的劝勉 我们就来思考 这男女的差异 男女的角色是什么 上帝造男造女的心意是什么 那么今天在这个 武汉肺炎流行的 这样的一个时刻 就是说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讲道 能够与这个有关系 希望我们的信心 能够应用到现在 这个时刻 所以我们最后也会讨论 我们今天的信息 如何能够与今天的 这样的一个事件 结合在一起 这是今天的经文 是在提摩泰前书的 二章八到十五节 我要请大家起立 我们还是用起立的方式 一起来读一下 我来读双数节 请弟兄姐妹来读单数节 好吧 我愿男人无愤怒 唯无争论 举其圣洁的手 随处祷告 只要有善行 这才与自称是 敬畏敬上帝的女人相依 我不许女人讲道 也不许她 狭管男人 只要沉浸 且不是亚当被引诱 乃是女人被引诱 陷在罪里 天父千代 我们把这段话语 仰望交到在你的手中 这是你的话语 求你自己来祝福你的话语 求你愿你的话语 因着你的能力而得荣耀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听我们这样的祷告 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 大家请坐 其实这段经过 我在准备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难讲 因为我讲的 如果真的要讲的话 我想很多姐妹会来拍砖的 所以我先给大家 做好一个预防的工作 如果到时候的话 你听得不舒服的话 你心里面先有一个预备 好 那今天的大纲是这样 就是首先我们要看 对男人的劝勉 然后之后是对女人的劝勉 之后我们要思考一下 在这样的两个劝勉之后 上帝的次序是什么 那么最后 在最后我们要思考这样的信息 对我们今天的应用 结合在这个肺炎的情况下面 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 首先在第八节 保罗在这里说 他说我愿男人无愤怒 无争论 举起圣洁的手 随处祷告 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呢 他的这句话的重点就是说 我愿男人随处祷告 所以这个主动词是个祷告 是我愿男人随处祷告 那么举起圣洁的手 是一个动名词 他是来修饰这个祷告的 这是一种祷告的方式 怎样祷告呢 就是举起圣洁的手 向上帝祷告 那么怎样举起圣洁的手呢 就是说无愤怒 无争论 无愤怒 无争论 那么这个 无愤怒 无愤怒就是不要生气 无争论是什么意思呢 争论这个词在原文的意思 原文的意思的话 它有几种意思 它有一种意思就是 英文翻译过来 一个是question 一个是question 就是质疑 那么还有一种是reasing 就是说理论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里 翻译成争论 所以保罗在这里 这个意思 还有我们圣经里面翻译成是争论 不用不要争论 但也可能的意思就是说 不要去质疑 不要去理论 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 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 我们不是去来到神的面前 向上帝祷告 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 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去什么 我们是去质疑 对不对 我们是去理论 对吗 我们是据理力争 我有道理 对不对 我是为上帝发热心的 对不对 然后你们都是有私心的 然后所以我是据理力争 那结果呢 争赢了 结果怎么样 教会飞裂了 对不对 所以今天很多教会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还有是 所以在保罗在这里说 我们男人 对男人的劝勉 是要举起圣经的手 随处祷告 随处祷告就是说 随时随地的向上帝祷告 向上帝祷告 那么举起圣洁的手 是什么意思呢 举起祷告的时候 举起圣洁的手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 代表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呢 我们可以想一下 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向上帝举手 或者我们在唱赞美式的时候 向上帝举手 这表示什么 这表示我们在上帝面前 承认我们需要他 对不对 承认就是说 我们要依靠他 承认我们需要他的帮助 承认我们在他的面前 我们降伏在他的面前 对不对 这是表示我们在上帝面前的谦卑 我们需要上帝的帮助 我们需要依靠上帝 所以这是举起圣洁的手 随时随处的祷告 那么它代表的意思是什么 它代表的意思就是男人 为什么保罗在这里劝男人 他不劝女人 他这里并不是说 好像是 是不是说男人不祷告 姐妹经常祷告 所以保罗劝男人要祷告 其实我想不是这样的意思 为什么他特别劝男人 因为男人是一个家的头 对不对 所以一个家里面的 所有的重担 所有的责任 都是在男人的肩上 所以一个家的最终的决策 决定都是要男人去做这个决定 所以保罗在这里 就看到男人是一个家的头 所以他要做决策 做决定的时候 他要去寻求上帝的帮助 他要随时随地的 向上帝的来寻求帮助 依靠上帝 来向上帝来祷告 所以这是保罗的意思 保罗的意思是说 你不要去 不要去质疑 也不要去理论 也不要去争论 你要随时随地的 你在做每一个决策的时候 你要随时随地的 向上帝举及 圣洁的时候 向上帝祷告 去依靠上帝 这是保罗的意思 这是保罗为什么在这里 他不是说劝女人 他是劝男人要这样去做 因为男人是头嘛 对不对 所以总结来说 保罗对男人的劝勉 就是因为男人是头 他要去决策 他身上有很重的担子 所以男人要随时随地的 去依靠上帝 要谦卑在上帝面前 向上帝祷告 寻求上帝的旨意和代理 不要有那么多的质疑 也不要有那么多的理论 不要有那么多的争吵 总是要谦卑向上帝举手 这是对男人的劝勉 然后我们看对女人的劝勉 对女人的劝勉就比较多了 对男人的劝勉只有一节 但对女人的劝勉 在这里看到有五节 对吧 有五节是对女人的劝勉 那我们在这里 就是把保罗对女人的劝勉 飞成两类来讨论 第一个就是不要做什么 第二个是要做什么 我们先看不要做什么 保罗先告诉女人不要做什么 他在这里谈到三点 第一点的话是在第九节里面 他告诉说 他劝勉女人说 不要以边发黄金 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 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姐妹说 不要去爱慕虚荣 对不对 不要去追求那些奢侈品 比如说LV的包包 香奈儿 对吧 范思哲迪奥 我专门去查了一下这些奢侈品的牌子 不要去追求这些奢侈品 那么要怎么样呢 我们在这里把这个要怎么样 在这一条和放在一起讲 出于方便 那保罗在这里说 就是要以正派的衣裳为装饰 正派的衣裳是什么意思呢 正派的衣裳原文的意思就是说 是可尊重的 令人尊重的衣裳 令人尊重的衣裳 正当的令人尊重的衣裳 那什么是正当的令人尊重的衣裳呢 那一个方面 那当然不是说 那比较露的衣裳 那肯定不是正当的衣裳 对不对 也不会令人尊重 很多女孩子觉得 穿的比较露的衣裳 容易吸引男孩子 但其实上的话 反而让男孩子不尊重她 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 那当然不是 就是拉拉踏踏 或者是很脏的衣裳 对不对 那那你也不会让人 让人来尊重 对吧 一个女孩子如果穿的衣裳 满身是油污 满身是这个脏都 是脏兮兮的 那也不会让人来尊重 所以要穿 所以保罗在这里说 不要去追求这些奢侈品 但是要穿着得体 这是保罗讲的第一点 那么保罗在这里讲的 第二点的不要是什么 这是在 这是在十二节里面 保罗说我不许女人讲道 这句话其实很难讲 我在讲这句话的时候 因为这句话 现在都有很多的争论啊 所以讲这句话的时候 我要非常的小心 希望大家不要拍砖 讲道这个词 在希腊文的 希腊文这个词是 Dedactic 它不是那个 Prophecy 它不是那个就是预言 它是Dedactic Dedactic是什么意思 不是说讲预言 而是说教导 所以保罗的意思 其实上是 我不许女人教导 所以你如果看英文翻译的话 Yes I翻译 他就讲得很明白 他用的词是teach 所以我不许女人teach 我不许女人教导 那保罗为什么会这样讲 保罗其实上是 允许女人说预言的 在哥林多前出的十一章 在那里讲到蒙头的时候 保罗说女人讲预言的时候 当做先知说预言的时候 只要蒙着头 就可以说预言 对不对 保罗在那里说的 那里用的词是 Prophecy Prophecy 对 就是说预言这个词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 这样的一个结论 保罗不许女人教导 但是允许女人说预言 这是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保罗允许女人说预言呢 比如在圣经上 有这样的例子对不对 在旧约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女先知 知道是谁吗 迪波拉对吧 迪波拉说预言对不对 迪波拉她是个女先知 但是迪波拉做事情的时候 她是把谁推到前面 巴兰 巴兰 我记得是巴拉是吗 那个巴拉 对她把巴拉推到前面 她让巴拉去带领这个军队去 去打对吧 所以旧约的时候 有一个女先知 她说预言 新约的时候也有女先知 大家知道新约的女先知在哪里吗 有没有人对你比较熟悉 新约也有女先知 而且有四个女先知 我知道了就有四个 那么就是当保罗第三次旅行步道 回来的时候 他到凯撒利亚 凯撒利亚的教会里面 有一个职士叫芬利 芬利有四个女儿 这四个女儿都是女先知 所以保罗住在芬利的家里 保罗也没有禁止他们 说预言 所以保罗是不禁止女人说预言的 但是为什么保罗在这里 要禁止他们教导呢 所以这就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因为当说预言的话 是当圣灵感动一个人的时候 那么他就可以说预言 对不对 所以它不是一个常规的事情 它是一个 让我们看来的话 它是一个就是说 比较偶发的事情 就是我一个先知 他什么时候说预言 他也不知道 他不是说他想说就能说的 只有圣灵感动他的时候 他才能说 对吧 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 旧约的以色列的第一个王 扫罗也说预言 对不对 扫罗被圣灵感动的时候 他也开始说预言 然后众人说他也是先知 所以你在这里看到 扫罗是一个很坏的王 扫罗 我不能说他很坏的王 是上帝不喜悦的一个王 但是他也说预言 但是教导不一样 教导是什么 因为教导的话 它是一个常规的事情 它通常是与教师 这样的一个职份联系在一起 所以它是与权柄相关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说 为什么圣经上虽然你有女先知 但是却没有语文师 也没有女教师 因为这个教导 它是与权柄 它是与职份 教师的职份是相关系的 它是与权柄相关的 它是一个常规的东西 所以这就是保罗 保罗的观点就是说 我为什么不许女人教导 然后这就和我们讲的第三点 是紧密相关的 第三点保罗在这里说 我不许女人挟制男 在十二点说 我也不许她挟制男 那女人挟制男 这句话的意思的话 如果你去看英文的话 它翻译成就是说 不许女人对男人有权柄 就exercise authority over men 就不许女人对男人有权柄 那么要理解这句话 我们首先要鉴定这句话的适用的范围 那么这句话的话 当然不能这个原则 当然不能够适用在妈妈 对她未成年的孩子 儿子的身上 对不对 妈妈一个妈妈当然有权柄 去教导她的儿子 她未成年的儿子 她当然有这个权柄 那我觉得这句话的主要是在家庭里面 是在夫妻之间的关系 就不许女人挟制男人 这句话的 换句话说就是不许女人 做男人的头 用我们教会里的话说 不许女人 不许妻子做丈夫的圣灵 我们今天很多太太是丈夫的圣灵 对不对 是丈夫的Holy Spirit 也不许太太去mother你的丈夫 今天我们很多做太太的 喜欢做丈夫的圣灵 觉得我是对的 我比我的丈夫更加的属临 所以我有权柄去教导我的丈夫 我有权柄去fix她 fix她的问题 所以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讲的 女人对男人的挟制 所以总结来说 保罗在这里讲了三个步 那么第一个就是说 不要去爱慕虚荣 不要去追求奢侈品 不许教导 不许挟制自己的丈夫 那讲了这个三个步之后 保罗讲就是说 那应该怎么样了 那女人应该怎么样了 在第十节里边 保罗在这里说 保罗在这里说 就是说 只要有善行 这才与自称是 敬上帝的女人相依 这句话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 保罗对女人的 一个总的劝勉 就是要敬请 对不对 要敬请 然后在第十五节 保罗在这里就说 就是女人若常存信心爱心 又圣洁自首 就必在生产上面得救 那么在这里谈到 信心爱心圣洁和自首 那么我们知道 信心的话是一个根基 对不对 是我们的信仰的根基 那么爱心是行为 爱心是行为 那么圣洁也是行为 只不过是爱心的行为 是对上帝的 对人的 那么圣洁可能更多 是对自己的 说我去保守我自己 去远离罪恶 当然也可以看作 对上帝的爱 因为上帝恨恶罪恶 所以我爱上帝 所以我要远离罪恶 要保持自己的圣洁 所以保罗在这里说 信心爱心圣洁自首 这些东西 我觉得这些东西 不但是对女人的要求 也是对男人的要求 是对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去做的 那保罗说 女人若是守住这些东西 那么她就可以在生产上得救 那么在生产上得救是什么意思 在生产上得救是什么意思 那字面的意思就是说 在生孩子的时候 对吧 就可以得到祝福 对吗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句话 和创世纪的第三章联系起来 那你就明白 保罗在这里讲什么 在创世纪的第三章 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了之后 上帝对女人的咒读是什么 我必加征你生产的苦楚 你在生产上必多受苦楚 对不对 所以保罗在这里说 女人如果是有信心爱心圣洁自守 她就可以在生产上得救 这是对创世纪那个犯罪的后果 堕落的后果的一个翻转 对不对 一个逆反 所以它代表的意思 不仅仅是在生产上得救 它代表的意思是 对犯罪的一个翻转 所以它代表的就是救恩 所以它是救恩的一个代表 所以保罗的意思 其上说 女人如果有信心爱心圣洁自守 这些好行为 这些好的东西的话 也就是表明这个女人是得救的 她是神的儿子 她是得救的 所以这是保罗的意思 那我们谈到这些 对女人的 这个总的劝勉 我们在谈具体的 具体的 首先我们在这里看到第九节 保罗在这里谈到廉耻这个词 他说我愿女人廉耻自守 我们谈廉耻 廉耻是什么意思 廉耻的话 这个词的意思是 英文翻译出来是modesty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谦虚谦让 这谦让是一种品质 就是一种在估计自己的能力的时候 看得合乎中道 不张扬的品质 那么谦让的反应词就是傲慢 自负 对不对 所以保罗在对女人的劝勉当中 特别提到这个谦让 并不是说男人就不需要谦让 男人当然也需要谦让 但是为什么保罗在这里特别 说女人要谦让呢 这个可能就是说 我觉得跟上帝造男造女有关系 男人可能更加稳重一点 所以相对来说 就不容易 不容易 不容易翘尾巴 不那么容易翘尾巴 所以保罗在这里劝女人 就是说要更加谦卑天让一点 那么在第九节 还有一个词叫自守 自守的话就是自我保守 就英文翻译成save control 那么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词的原文的意思 是这样的意思 它是一个quality of life 那么这种品质的话 是一种什么样的品质 它就是有能力来限制 来约束自己的pension 自己的感情 来约束自己的冲动 来约束自己的感性感觉 就是这种能力 就是一种能够约束自己的情绪 约束自己的感情或者感性 这种能力 那么这种能力在我们今天叫什么呢 EQ我听到有人说就是EQ 就是说我们对感情的处理 对感情的管理 那女人相对来我觉得就是说 很多女人的话 我觉得很多女人的EQ都比男人高 为什么 因为女人的感情更加 更加丰富一点 所以她又更加有机会 然后去操练 然后怎样去处理她的感情 怎样去管理她的感情 所以保罗在这里就是说 EQ保罗在这里说 我们要去处理我们的感情 我们要去管理我们的感情 EQ高的人并不是说情绪越丰富的人 感情越丰富的人EQ越高 不是这样的 感情越丰富的人 她如果不去处理她的感情的话 感情就一有感情就爆发出来 那就麻烦了 EQ高的人是知道怎样去处理 怎样去管理自己的感情的人 自己情绪的人 那举个例子来说 我们知道恐惧也是一种情绪 对不对 我们在心里面或多或少会有恐惧 比如说在今天这个新冠状肺炎爆发的 这样一个处境当中 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一点的恐惧 但有些人对这些恐惧不加处理 所以当恐惧来了 它就直接爆发出去了 所以看到一些小道消息 也不加去飞便 然后就心里有恐惧 就把它转发出去了 对吧 然后看到别人去抢大米 然后我们也跟着去抢大米 然后听说Costco的话 有人开着卡车到Costco去抢购大米 Costco大米很快就被抢光了 大多数人 他的心里面都有这样的恐惧 但是对这个恐惧的情绪 EQ高的人 他知道怎样去处理这种情绪 他不是说没有这种恐惧 他有 但是他知道怎样去处理这种恐惧 比方说在我们心里有恐惧的人 EQ高的人首先会为自己问题 他不是让这些东西直接爆发出来 他首先会为自己问题 他问我为什么害怕 我害怕什么 我为什么害怕 可能我害怕到时候这个病毒大爆发的时候 对不对 家里没有吃的东西 当然我们如果再未下去的话 这个情况是遭到这种地步吗 可能还没有遭到这种地步 对不对 现在的美国的情况 美国情况就是上一周的话有一个爆发 据说现在有400多亿 现在有400多亿 佛州的话现在有12亿 但是从整个整体来说 美国的情况还是很好 还是不错的 而且川普的政府现在也开始重视起来 他说到一个月之内 所有的医生都有这个开处房的 可以开处房的医生 都可以去开这个处房 让大家去做这个测试 而且在一个月之内 所有的CVS都有这个能力去测试 他一个月之内要达到目标 我们到时候看他能不能达到这个目标 OK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 就是说其实美国 那有很多人在这个恐惧当中也是说 这个美国的政府可能是隐瞒了疫情 但是我觉得不会的 因为你如果了解美国的政府体制的话 你就会明白 那川普他不可能隐瞒疫情 他怎么能够隐瞒疫情呢 川普和这个佛州的 比方说川普和佛州的州长 他不是上下级的关系 对不对 他是partner的关系 佛州的州长才不会理会川普的 我有多少疫情 我就报道出来 对不对 特别是你想华盛顿的州长 他是libera的 加州的州长 也是自由派的 我有多少疫情 肯定报道出来 不会说川普 川普你告诉我不要报道 我就不报道 对不对 他不可能的 所以在美国的这种情况下 我相信他很多的 当然我相信有很多的人 是没有被测出来的 这是由于技术的缘故 他不是因为他有意地隐瞒疫情 所以从总体来说的话 我们如果为我们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心里面可能就不会有那么的害怕 我们的害怕就会被处理 如果我们在为我们害怕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害怕呢 如果我们相信上帝在掌权 我们为什么害怕呢 所以当我们这样为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在处理我们的情绪 所以保罗在这里劝女人要自首 自首 就自己保守自己 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 可能是因为女人比较敏感 她比较感性 感性更加丰富 但而相对来说 男性缺乏这一点 男性缺乏 所以保罗劝女人 要更加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 这是第二点 那第三点保罗在这里说 在十一节里面说 女人要沉浸学道 一味地说服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女人要沉浸的 要非常安静的 非常安静地 说服地去学习 安静地说服地去学习 要保持一个学习的态度 要谦卑 那这句话的意思 并不是说不要去问问题 而是说要以一个 谦卑的心来学习 学习的时候态度要顺服 所以总结来说 保罗对女人正面的劝勉 就是说要让有人去谦卑 谦让 自守 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还要保持一个 沉浸说服的学习态度 那讲了这么多 姐妹可能觉得 就是说为什么 这对节目的要求太高了 其实对定用的要求 也是蛮高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 其实我们都是做不到的 无论是弟兄 无论是姐妹 都是都很难做到这一点 对不对 姐妹很难做到吧 弟兄也很难做到 我们哪一个弟兄敢说 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 我们随时随地的 向上帝举起圣经的时候祷告 没有吧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看到 其实神的要求是很高的 但是我们是做不到的 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 承认我们是罪 我们需要神的恩典 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 那保罗这样写并不是因为他歧视女性 而是保罗认为就是上帝造男造女 有一个次序 那在这个次序里面 男女是有不同的角色 所以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 都是要在这个次序里面守住自己的角色 守住自己的本分 那么这个次序是什么呢 这个次序其实保罗在 格林多前书的十一章里面就讲出来了 在十一章的第三节 保罗在这里说 基督是男人的头 男人是女人的头 在他讲的这个次序 对不对 所以呢 女人要说服男人 而男人要说服基督 所以女人说服男人 所以就要谦卑 要自首 要沉静 要顺服 而男人要说服基督 所以男人要向上帝举起圣洁的手 随时随地地祷告 依靠上帝来寻求上帝的代理 所以这个次序呢 其实对男对女都有要求 对男人有要求 对女人也有要求 对男人的要求 就是说男人要随时随地去寻求上帝 来依靠上帝 来向上帝祷告 不要去自己去做决定 而对女人的要求的话 要让女人签登 说服自己的丈夫 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 所以作为一个丈夫 不要老钉在老婆 太太的身上 说太太不说服 对不对 说太太不说服 我们首先要反省 我们有没有 说服在基督的面前 我们有没有谦卑在上帝的面前 向上帝祷告 寻求上帝的帮助 我们很多时候没有 那作为一个妻子也是一样 不要老是定睛在丈夫的身上 说丈夫不属灵 所以我要做丈夫的圣灵 去辖管自己的丈夫 去focus我的丈夫 不要这样 而是要以一个谦卑的心 说服自己的丈夫 所以这就是保罗 在圣经里的 保罗所讲的这个秩序 也是圣经里的秩序 那保罗在后面的13节 14节提供了这样的 他的理由 他的理由有两点 第一个是创造的秩序 第二个是堕落的秩序 从创造的秩序来讲 是谁先被创造 男人先被创造 亚当先被创造 然后是夏娃 对不对 所以男人先被创造 然后是女人 这是创造的秩序 从堕落的秩序 是谁先堕落 女人先堕落 对不对 是夏娃先受引诱 然后陷在罪里面 然后所以夏娃 然后去劝亚当 亚当也给了夏娃犯罪 所以我们从这个 堕落的秩序来看的 就是说是 女人被造 可能是更加 我在这里 更软弱一些吧 更容易犯罪 男人可能更相对来说 更加伪重一点 所以从这个 无论是从创造的秩序 而是从堕落的秩序 保罗都告诉我们 在这里看到一个 上帝造男的这个秩序 是基督是男人头 而男人是女人的头 所以男人要说服基督 而女人要说服男人 所以从角色上来说 男人是一个家的头 上帝给了男人这样的位置 也给了男人这样的权利 所以他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来为他的家庭 来向上帝祷告 来为他的家庭 来寻求上帝的指引和帮助 而女人的角色是帮助者 她要学习谦卑 要学习控制自己的情绪 要沉浸 说服自己的丈夫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 这段经文的总结 那么我们最后思考 这段经文如何应用 这样的一个秩序 和男女不同的角色 如何今天在我们今天 这个疫情的肆虐的时候 应用到我们现在 这样的一个时刻 那我们先来谈谈 我们谈谈姐妹 姐妹要知道 在上帝所设立的这个秩序 以及在这个秩序当中 我们的角色是什么 那姐妹是更加敏感 情感也更加丰富一点 所以在这个 威夷肆虐的 这个观念的时刻 那么网络上会有 很多的这样的小道消息 那姐妹就很容易 受这些小道消息的影响 所以这个感情就会 很容易一会上一会下 所以会忽高忽低 那我这里不是说 姐妹不如弟兄 我是说姐妹更加敏感一点 更加敏感一点 所以这是上帝造女人的特点 是她的长处 也是她的短处 所以姐妹在判断事情的时候 做决策的时候 是更加容易情绪化一点 更加容易变来变去 今天这个样子 明天就那个样子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做姐妹的 要感谢上帝 上帝让我们 把弟兄赐给我 对不对 上帝让弟兄做头 就让弟兄做决策 在这个时候 姐妹要学会怎样 去处理自己的情绪 当我们心里面 有害怕的时候 当我们心里面有害怕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这样的害怕 告诉我们的丈夫 那做弟兄的呢 在这个时刻的话 我们就要学习 如何去聆听姐妹的意见 我们去体会他们的心情 体会他们心里面的这种害怕 他们的担心 可能并不是 因为他们不如我们 可能是因为他们 比我们更加的敏感 更加的敏感 可能是因为他们 比我们更加的强 而我们在这方面 比较迟对一点 所以弟兄的话 就是要学会 如何去聆听姐妹的感受 另一个方面 要举起圣洁的手 随时随地地 向上帝祷告 举个例子吧 现在就是 现在在这个时候 就是网上的小道消息 很多不实的报道 是满天飞 所以姐妹如果在这个时候 看到这些消息的时候 她就很容易清晰 她很容易就是 把这个消息转播 转发出去 所以一个方面 很容易成为 这个传播这个谣言者 另外一个方面的话 她也可容易被这些消息 所激动 然后去做一些事情 在这个时候的话 姐妹如果知道自己的角色 知道自己的特征 特征和这个位置 自诩 她可以就是说 你可以相让自己的弟兄 看一看 对不对 并且随着一个沉浸的 说服的心 然后听听弟兄的理性的飞吸 然后听听弟兄的意见 让弟兄来做决定 这样可能会更好一点 还有就是说 在这个时候的话 大家都在抢东西 像我们刚才提到 大家都在抢东西 听说德州在抢 那个腿机这个枪支 比如在这个时候的话 犯罪率是会提高的 然后入室抢劫也会增多 所以德州的人在推积强制 然后中国人在推积这个大脑 所以我们姐妹的话 听到这个消息 很容易就跟着人去抢东西 跟着人去抢东西 其实的话 在这个时候的话 如果把这个 把自己的这个心里的害怕 和弟兄去沟通一下 让和弟兄去沟通一下 就会更好一点 但是做丈夫的呢 就这个时候 也要学会能够 体贴姐妹你心里面的 那种恐惧的情绪 如果一个姐妹 她心里面就一直说 我就是害怕 对吧 然后我丈夫给她说 你不要害怕 然后给她讲了一堆道理 然后分析了一堆的事情 然后她最后我心里还是害怕 那怎么办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 做丈夫的聪明的丈夫的话 要去体贴姐妹 对吧 要去体贴姐妹 按照姐妹 她就害怕 圣经里面也跟我们的原则 叫 Waker Brother Precifal 对不对 对吧 就要按照那个 体贴软弱的弟兄姐妹 去做 所以这是我的建议 特别是在最后的话 谈到这个疫情的话 我觉得大家其实 不需要有那么多害怕 他们对那个 就是对这个钻石公主号 日本的那个钻石公主号 案例有些网上有些started 就是说这个钻石公主号 它是从1月20号 那个香港的老人上船 然后到这个下船 大概是一个多月的时间 然后尊重到3月7号 就是昨天为止 然后钻石公主号 3600多个人 这个船上有3600多个人 但总共的话 感染的人数是700多个 所以感染的人数是19% 那死亡率是19% 是1% 死亡率是1% 所以如果你这样去看的话 钻石公主号 在那样的场景当中 它的感染率还19% 如果在美国 整个这样一个大环境当中 它当然也比钻石公主号要好很多了 对不对 所以它感染率是不会超过19%的 美国4亿人口 如果感染率是19%的话 也就7600万的人口会感染 最多 是最多 死亡率1% 也76万人 所以一个方面 当然这是很多的 也是一个灾难 但那个方面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不用那么多的恐惧 对吧 不用那么多的恐惧 而且现在就是说 就是说美国的政府 也开始就是说 很重视这件事情 所以的话 我觉得大家应该还是有这样的一个 心里面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放心 而且特别是 我们在这个时候 我们知道所有的事情的发生 都是在上帝的手上 对吧 上帝是掌权的 所以我们基督徒 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我们在这个时候 我们相信我们的平安 是在上帝的手中 当然我们做我们该做的 但是我们心里也不要惧怕 好 最后总结来说 就是保罗在这里 对男人和女人有一个劝勉 那对男人的劝勉 其实这个劝勉 是基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章 保罗在那里看到的一个 上帝创造的一个次序 那么在这个次序当中 就是说基督是男人的头 男人是女人的头 在这里并不是 对女性的一个歧视 而是说男女是本质上是平等的 但是在不同的角色 有不同的次序 然后在这样的次序当中 保罗就劝男人 因为既然基督是男人的头 所以男人要去依靠基督 要寻求基督的帮助 因为男人是女人的头 所以女人的话 要去依靠他的丈夫 要去说服他的丈夫 要去寻求他丈夫的帮助 所以保罗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次序 来劝男人 劝女人 那么今天同样在这个疫情的当中的话 这个次序同样对我们有效 所以我们做弟兄的 在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要注意聆听我们的太太 但同时的话 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去依靠上帝 要向上帝祷告 来寻求上帝的指引和帮助 但做姐妹的时候的话 这个时候不要害怕 如果心里有害怕 去寻求你的丈夫 然后跟你的丈夫多谈谈 好不好 OK 这是上帝设立的次序 这不是我在这里 不是我在这里瞎说的 OK 但是我知道 但是这并不是说 姐妹就不可以直接寻求上帝 我相信姐妹是可以直接寻求上帝的 但是在同时的话 我们要注重上帝所设立的这个次序 OK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 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赞美你 天父 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 天父 让我们看到 主啊 你的创造 你的设计 主啊 是一个有次序的 天父 今天同样在这个疫情爆发的时刻 主啊 让我们做弟兄的 让我们做姐妹的 都知道我们怎样能够守住我们的本分 主啊 让我们知道我们怎样在我们的本分上面 主啊 我们能够去来依靠你 能够寻求你的帮助和指引 天父 愿你来帮助 也愿你保守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 主啊 保守我们在这个疫情的时刻 保守我们不受这个病毒的感染 主啊 保守我们的健康 保守我们的安全 主啊 我们这样向你祷告祈求 是奉考主耶稣基督的生命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4 9